好,接下来方程老师要来介绍的是第八题 第八题要解下列各方程式 第一小题它说2的1减x次方减掉9乘上2的负2分之x次方 2分之x减1次方 抱歉,这边这个是在这个次方上面 加1等于0 第二个要解的是6的x次方减掉2乘以3的x次方 再减掉9乘以2的x次方加上18等于0 那这两个分别去解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第一个你看到的是什么呢 看到有2的负2分之x次方 当然还有一些减1什么的 那这里有一个2的负x次方 那2的负x次方刚好是2的负2分之x次方的平方 所以我们就假设这个是t的话 那这个等一下就会是t平方 那我们来看一下,先把它划减一下 把这个有多的先把它处理 2的1减那你就可以写成2的一次乘上2的负x次 2的一次乘上2的负x次 那2的负x次又可以写成2的负2分之x次括号的平方 我们说这个2的负x次就是这个平方 所以直接把它写成这样 那减掉9倍的 这边呢有一个减1就是除以2 所以是变成2分之9 2分之9去乘上这个2的负2分之x 这个减1已经处理了 那么最后加1 所以你如果定这个是t的话 那这个就是t的平方 所以你可以变成2乘上t平方 再减掉2分之9t再加1 这个是在次方 那变成这样全部乘以2 就会得到4t平方减掉9t加2会等于0 那你把它分解一下 这个9嘛那一定要4、2、8在一起 所以是4tt 然后这是2,这是1 然后4t减1跟t减2 4t减1、t减2等于0 那也就是说t等于2或者1分之4 那如果是t等于2,谁是等于2呢? 是这个等于2 那这是2的1次 所以这个负了1分之1 x就会等于1 所以负的这个会等于1的话 那x1过去的话就是负2 就是负2 或者呢 这个值要等于4分之1 4分之1是2的负2次方 也就是这个要等于负2 这如果等于负2负负得正 2分之x就等于2 x就等于4 x就等于4 好 那我们看第二小题 第二小题 这个呢 6的x次方 那这个是3的x次方 还有这个是2的x次方 那你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这个6呢 也可以写成2乘3括号的x次方 也就是2的x次方乘上3的x次方 所以这个呢 换成2乘3括号的x次方 然后剪掉造超之后呢 这个把它分开2的x次方 跟3的x次方 好 那你就把它 假设这个是 大x大y 剪掉2乘以大y 那这是y 再剪掉9乘以大x 然后加18等于0 好 那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分成 这个 大x跟大y分开来 大x跟大y 然后你 这个y的部分要减2 所以 y的部分要乘上-2 所以是2的x次方要减2 然后呢 这个 2的x次方是要-9 所以这里啊 18分成-2跟-9 所以-2 然后这-9 -9的话呢 就会得到 因为它是要跟x相乘 所以 另外一个 这个 -9呢 是跟x相乘 所以它是3的x次方就在底下 所以3的x次方要减9 要减9等于0 好 那意思就是2的x次方等于2 那当然2的1次 所以x就等于1 x等于1 或者呢 这个是3的2次 所以3的2次会等于0的话 那就是x要等于2 所以答案就是x等于1或者2 好